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语意分割 语意分割呢又叫做Sematic Segmentation 就是我们做过了图片分类 我们做过了目标识别 今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稍微不一样一点的应用 就我们知道在图片分类里面 我们的主要的任务是给你一张图片 把里面那个主体的物体给我识别出来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目标检测 也叫物体检测 他就是说在一个图片里面 你有多个我们感兴趣的物体 然后呢你们把每个物体给我找出来 然后还告诉我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具体在什么地方 就是通过你一个叫做Bounding Box的框 就是你里面的一个方框 当然这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你那个框啊有时候太糙了 就你大概知道我具体在什么地方 但是呢你无法告诉我说 那个狗耳朵在什么地方 你到底跟背景是什么样的 跟背景他们那个Boundary是什么样子 其实你是告诉不了的 所以呢如果你想知道特别精细的一些说 我这个到底哪一个像素是属于哪一个物体 这里面我们可以叫做羽翼分割 叫Semitic Segmentation 就Segmentation 就分割这个东西啊 在计算机视觉里面 其实是比较久的一个应用了 就是最早就是做图片分割 图片分割的意思是说 我给你一张图片 你通过剧类也好啊 通过别的什么也好 一般来说是通过剧类吧 就是把应该是语义上比较像的像素放在一起 就但是你可能不会告诉我说 这一块像素到底是什么 你可能说这个像素在颜色上啊 或者样式上比较相似 就是说我说剧一个类 在语义分割呢 跟一般的分割会不一样的是说 它会告诉你每一个像素 它到底它的label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啊 我能看到说这个狗 就是它这个像素哪一个像素是属于狗的 而且我会告诉你这个像素 它的label是一个狗 同样道理说 我会告诉你说 这个像素是一只猫 属于猫的像素 另外我会告诉你说 这个像素是它是背景 所以语义分割 它跟一般的分割 比较大的不一样 在于说 我会真的会告诉你每一个像素 它的标号是什么样 它属于是一个有监督的学习 一般的分割可以做成无监督学习 通过G类来做 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跟你的目标检测啊 等图片分类比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更加精细了 因为我们要对每一个像素 它是属于谁做一个判断 而不是说 我要么给一张图片 就给一个标号 就是你是一只狗还是一只猫 不是说你是一只狗还是猫 你这个图片是一个狗还是一个猫 还是说你的图片里面要有哪几个物体 然后它们对应的bunnybox那四个像素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对每个像素生成一个标号 那其实你是一百万的像素的话 那我会生成一百万个标号 所以相对来说 就还是比较精细比较大的一个任务了 我们看几个应用 就是说最简单的应用 就是说大家用过 开过视频会议的话 最近基本上视频会议都标配了 你可以把你的背景虚化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直播的时候 我的背景是虚化的 当然我没有用语仪分割的技术来虚化 我们这里是采用的最传统的 我在后面有块绿布 然后我就是然后说绿色的像素 全部设置透明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大家不会有绿布 所以因为看到说 在你开视频会议的时候 我说我要替换我的背景 通常是用的是语意分割这个技术 同样道理的话 现在手机也提供了很多的背景的虚化 很多时候它是一个 比如说人像模式下 它做过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些背景虚化 我们知道在相机里面的背景虚化是通过开大光圈来得到的 在手机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光圈没那么夸张 所以这个情况下 手机通常是通过 要么是通过语意分割来使用背景虚化 要么就是说好一点的相机 它可能会有一个 稍微有一个景深啊 或者Lider 它可以有一点的景深信息来做你做分割 OK 这是它的第一个常见的应用 第二个应用是 就是图片分割了 就是路面分割了 就是 我把这个声音关一下 就可以看到是无人车场景里面 你去在车开的时候 我要知道主要是要知道哪一个地方是我的路面 哪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看我们的灰色的是我们的路面 然后呢那个绿色的可能是你的图啊 然后你的粉色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这是你行人的路面 以及当然说行人哪一块是属于行人呢 哪一块是属于树啊 被啊建筑啊这一块东西 就是说这里面主要的一个最简单应用 是说我得把路给找出来 对吧 我得说你不要开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是在无人车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应用 叫做路面分割 另外一个我们最后一次说 在鱼翼分割里面还有一个很长得很类似的 叫做实力分割 叫做instance segmentation 它跟鱼翼分割 它最大的不一样是说 鱼翼分割我只关心你的这个像素是属于哪一个类 在实力分割里面 我会去看你这个 你如果你是有物体的话啊 如果你这里面有两只狗的话 那么呢第一个狗的像素我会告诉你说属于第一只狗 第二个狗的像素我会告诉你属于第二只狗 就是我会区别具体对每一个实力 每一个类的实力的话 我会将你识别出来 OK所以你可以认为实力分割是真正意义上的目标检测的进化版本 就目标检测把你每个物体检测出来 实力分割还把你这个物体的边缘跟你描绘出来 OK这是实力分割 但是呢我们主要会关注鱼翼分割 对实力分割来讲 其实反过来讲在技术上来讲 就是一个标号的区别了 就是你说我们之前啊 这些像素都是标号为狗 现在告诉你说这个狗是狗一狗二 OK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鱼翼分割这个应用 不是这种狗一狗的红包